谈点完各类启蒙学习类APP,我们来点轻松有趣的内容,一支游戏类儿童APP,毕竟要张弛有道嘛。 来吧,和图图Kids一起来看看有哪些有趣又能锻炼头脑的APP呢? 1.托马斯和朋友小游戏,这是一款铁路模拟建造类儿童APP。 3.色彩缤纷的美术风格,独特趣味的任务设定,以及小朋友们最喜欢的托马斯火车头形象,成为连接这座创造乐园的快乐元素。 小朋友们变身为建造铁道的小小设计师,在不同轨道组合变换中,让孩子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得到最大限度激发。 更重要的是,在自由发挥的操作过程中,由潜入身对图形形状、角度构成、组合顺序的前后的逻辑进行了解。 提升在空间区域划分和布局上的立体几何思维,帮助孩子养成遇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措施、验证实施、闭环改进的良好思维习惯。 2.think th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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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款好玩的一支APP的创始人是专门负责给数学奥赛出题的日本教育界大牛,在这款APP中包含了100种玩法,15000多个关卡,并且保持着每月更新。 这里用拼图、迷宫、图形来锻炼孩子的空间认识、数字处理、逻辑等各个方面的思考能力。 如果你的宝宝正处于4至10岁,那再合适不过,这里完全没有被迫学习的感觉。 1天3的小游戏一共10分钟的设定,不用担心孩子玩得太多,并能让孩子保持持久的探索欲望。 3.诺亚方舟动物平衡 这款围绕动物展开,以秩序和平衡为主题的儿童案,以童真的视角对人与自然与生态平衡之间的互相攻击和制约进行理解剖析,让孩子们从小形成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观念。 3.通过体验操纵浮动的船只,将不同体态的动物合理安排在指定空间区域,并同时确保其平衡性。 4.多重的组合搭配可以激发孩子们无限的创造性,在每一次创造中探索形状结合、形态制约、重量比较、重力速度等知识,鼓励孩子试错,增加孩子的抗挫能力。 4.小小建筑工人,在这款Abby,孩子化身小小建筑工人,在建筑工地上,孩子可以驾驶挖掘机、混合水泥、盖屋顶、操作起重机、驾驶扫路机或者粉刷房屋。 这里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呢。 通过进行不同场景的探索体验和互动,有潜入深地了解到建筑行业的运作流程、工程调度、施工方式等,培养方向感和对颜色的运用,同时提升锻炼对目标的掌控能力。 有趣的是,工地上经常会有小意外发生,很好地锻炼了孩子处理解决应急事件的独立能力。 至此,所有类别儿童App盘点已全部乘上,有没有一款是你中意的呢?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Toto Kids将再接再厉,持续更新,给大家带来更多适合孩子的App,记得关注哦!